其实我们在从国内来的 我这个年龄的大概经历了很多事情 经历了大家都知道 我出生是六七年 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小的时候开始懂事了 经历了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尾巴 然后到后面又打倒四人帮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经历过 然后到七八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然后到八九年的天门广场事件 那个时候我正好在大学里面 所以我们从我出生到三十多岁的时候 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见识了很多 那么其实心里面也一直在寻找 在找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一个真理 那么原来我也 我曾经是我在学校 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个时候也很积极的 因为是想我要去报效这个国家 建设这个国家 那么我是很爱这个国家 那我想去要找一个真正的真理 那我就 当时我觉得这个共产党是一个好的政党 我就加入进去 那么一直在寻找 但是当我们在这个人生的经历当中 真的是看到很多问题 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腐败 然后呢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呢 我们总是在和别人有很大的冲突 那么我们物质上越来越丰富了 那么我在这个外资企业里面工作 职位也相对比较高 然后呢待遇收入都很高 那么什么都不缺 那么譬如我要想买一个好一点的照相机 我就可以很快就买一个好的 但是可能买到这个好的照相机以后 这个照相机在手上了 我就想是不是还会有一个更好的 你就心里头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渴望 总是满足不了 那么包括照相机也好啊 或者是房子啊 你想有一个房子 等到买了这个房子以后 你就发现还有一个比这个更好的 你永远不满足 所以就我就一直也是在寻求 那么包括我们的这个家庭婚姻方面 也开始有问题 就是一开始呢 可能在创业的时候 夫妻两个人还是很齐心的 那么到后面 就开始时间长了 就开始出现问题 每个人都会觉得 说我是有道理的 那么你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啊 就变成我们在这个婚姻家庭里面 也真的是面临了碰到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到差不多到2010年左右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决定来美国 那个时候决定来美国 因为觉得美国的环境比较好 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婚姻已经面临了很大的危机 就是确实是因为两个人的意见 很多意见不能一致 那么原来就有很大的这种争执 这个是我们在以前在去 这应该是夏威夷去玩的时候 我们去了很多很好的地方 世界上很好的地方 美国也很多 我相信比很多美国人去的地方都多 但是呢 真的是我们游遍了这个山山水水 但是呢 我们真的是想找到一个 真的是能够像天堂一样的地方 能够真的是能够居住下来 能够有一个把这个家庭弄好 但是真的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发现真的是人和人之间的 这个互相的理解和沟通 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呢 在我们的婚姻其实很早就出现问题 但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真的没有办法 我们就想那可能也许生一个孩子 可能双方都会照顾这个孩子会更好 结果发现生了孩子以后 真的是又多了一个争吵的一个焦点 大家为这个孩子怎么教育 那么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女儿 就是真的孩子很可爱 大家真的很爱她 但是我一定要用我的方式来爱她 那我太太要用她的方式来爱她 那么就会有真的有很大的问题 这孩子很像我 真的很甜很可爱 但是真的是 我们在她身上真的寄予了太多的这种期望 然后呢 不仅两个人的关系好像没有改善 反而变得越来越 真的是冲突越来越大 那么真的是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心里真的是很空虚 因为没有什么 我觉得我在世界上很成功 然后但为什么在这个家庭里面 有这么多的问题 然后我好像尝试用到了世界上所有的办法 来解决我家庭的问题 都没有办法解决 我想去这个 甚至我去做那个心理咨询 我想请他们去看一下 我是不是有心理上或精神上的疾病 我就觉得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但是医生的诊断又说我是正常的 所以我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 我总觉得我们双方应该有人有问题 那么真的 我们一直到了美国之后 到了美国之后也是在 也发生争执 然后一直到有一天 我觉得真的是过不下去 因为两个人的争执原来还好 只是伤害两个人 那么到有了孩子之后 这孩子成为一个受伤的人 我们大家都知道 真的家里的吵架 对这个孩子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这个孩子叫妞妞 她差不多两岁的时候 刚会说话 她刚开始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爸爸妈妈你不要再吵架了 太丢人了 这是她刚说的几句话的其中一句话 就是这句 所以我们每次真的是 我的心很痛很破碎 然后真的没有办法 然后到了美国之后 差不多一个月 这个时候 其实心里还是真的是很痛苦 那个时候我最后下定决心 我说虽然我们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讨论过离婚的这种可能性 这个家庭已经要破裂了 我就说原来我是想争取 我要这个孩子 因为我很爱她 希望要这个孩子 但是因为我太太也不愿意放弃 那没有办法 所以我就最后 我痛下决心 我说与其这样两个人一起在吵架 然后还伤害这个孩子 我不如我放弃 我放弃这个孩子 我就把他们要留在这里 我就要去回国 因为在国内会有 会能找到更容易找到好的工作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家庭已经宣告破裂了 虽然没有真正的签离婚的协议 或者是经过律师办手续 但是已经是到破裂的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 差不多有一个多月 没有通电话 没有任何的通讯 我已经做好这个决定了 但是刚好就在这个时候 我从我太太父母那边 就是我的岳父岳母那边 听到说我太太开始去教会了 我就突然想到 我以前怎么没有想过这个办法 真的是我们婚姻一直解决不了 我想应该为什么不去教会 让我的太太能够信一个宗教 这样她就会变好 然后我们的婚姻的问题就解决掉 真的是 我就想那这样还有希望 结果后来我的女儿实在很想我 然后她有一天给我打电话 她就在电话里就变哭 就说爸爸我想你 那这个时候我的心就完全软化了 那我说那好 那我再来美国再来看你们 但是那时候我是带着希望来着美国 我是希望我的太太她信一个宗教 然后这个宗教使她变好 然后我们的婚姻问题解决掉 那么结果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就来到了美国 后来我查了一下日期 我记得很清楚 我是2010年的3月25号来到美国 然后3月27号是第一个星期天 然后她就带我来到教会 那我来到教会的时候 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 接待得很热情 但我心里是怀着戒备的心态 我就想 其实我们都见过 我们是为客户服务的 你们这个客户服务做得很好 但是这里面可能是个阴谋 你知道要想让我去信这个宗教 我不太想信的 对 包括那时候我记得是贵美姐妹 她负责接待什么的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她的名字 但是我就觉得 他们都安排好了这些 是希望我们能够信这个宗教 但是我是希望我太太能够信的 那我就还是要陪她来 我是鼓动她去信这个宗教 但是呢 坐在教会听牧师讲道的时候 刚好呢 牧师那段时间讲的就是信心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位神 到底是不是存在 是不是真的 我们不能靠我们的理性去判断 因为它是超越我们的理性的 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证明它的存在 我们要靠着信心来贴近它 然后牧师还讲到的就是一个谦卑 我是从中国来的 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就是要谦虚 谦虚是美德 这个人人都知道 所以我们大家都会谦虚 但是什么是谦卑 我就觉得当时牧师讲的真的是打开了我的心 我就觉得我们这个谦虚是一种假的谦卑 就我们自己用一个谦虚的外表 把自己包装起来 好像是一个拥有一个美德的人 但其实呢 我们的每个人的内心里面都是 其实是很骄傲的 都是一个自以为是的 都是我觉得都是自己掌握真理的这样的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打开了我的心里的眼睛 所以我就那个时候 我在教会做着没有别的事嘛 我就看圣经 我就发现这个圣经里面真的有很多的道理 它真的是有道理的 那么虽然有的不好理解 但真的是有道理的 那么就在这个期间呢 我又经历了一件主耶稣给我们的医治 就是我那段时间因为抱这个妞妞 大家看我这个姿势可能抱得不好 所以我这个手 这个手腕就是受伤 有一个可能是发炎 就很痛 然后那个时候我太太刚刚的受洗 我就挑战她 我说你是基督徒 我看圣经上写了很多的耶稣的医治 那你就应该给我祷告 然后把我治好 我是想挑战她 那她呢 其实刚刚信主 信主耶稣也没有特别大的信心 但是她给我做了一个几句话的祷告 可能二十秒钟 然后我就试验我这个手 就真的好了 我就觉得 这个难道是真的吗 但是我转瞬 我马上又想 我说这个估计是我的手 刚好是到那个时候她自己好的 不是她祷告的结果 所以 但是我反过来 我理解是又一想 我想我们是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科学家 在研究科学 想去得诺贝尔奖 花很多的精力 就是想 真的是研究出来一个东西 那为什么 那么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就真的是 世界上真的有一位神 这位神真的像圣经上所写的 祂的名字是耶稣 祂真的是爱我们 祂也真的医治我们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我想如果有5%的可能性 我们真的是应该去花时间去研究它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真的是下定决心我要去研究 因为我觉得 我如果真的是发现真的有它的话 那真的这个 我得到的这个奖 要远远超过诺贝尔奖 因为他是 这位神呢 应该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是我们的 所有宇宙万物的主宰 我们要认识他 所以就因着这样的一个医治 真的是打开了我 也真的是折服了我 我就真的是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开始去看这个手里的这本圣经 那么真的 这个圣经呢 当我们的心谦卑下来的以后 这个圣经啊 真的这里面讲的真的是 这个世界的真理 而且呢 它有神的生命在里面 是神的话语 当我们真的谦卑下来以后 因为我们原来是人呢 是容易居高临下的去看 说我来判断 这本圣经写的对还是错 那么真的当我们心里谦卑下来 打开我们的心 这个圣经的真理呢 我就当时我就感觉 我就说像一个水库一样 它在我们的上面 这个水库的闸就打开了 这个活水呢就流下来 所以我真的是 那个时候 这个圣经的话语 就开始真的是敞开 那么神的真理呢 就真的流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 所以我很快就 也接受了耶稣做我的救主 然后这个是在两个月 我们是三月底来的 然后四月我就觉知 接受耶稣 然后到六月份受洗 就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 因为这个不是 不是我有什么样的才能 我相信是主耶稣 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 他真的是显现他自己 他把他的话语 讲给我们听 然后我们认识了耶稣之后呢 不是说家里就一下子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每个人还是原来的 老的那个样子 但是呢 我们相信呢 这个主耶稣呢 真的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 来做工作 所以呢 我是真的是感觉 他的生命就开始流入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照着他的话去做 他的生命呢 就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 彰显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就感觉到 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吵架 有的时候还会遇到不顺利的事情 但是原来的笼罩在我们家庭 让我们家庭破裂的那个力量 已经不存在了 我知道这个我们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这个生命的力量 已经战胜了这个死亡的力量 所以真的 我那个时候就是 真的是感觉到 这个生命 从神而来的 从耶稣而来的那个生命 是胜过死亡的 是胜过这个黑暗的权势的 所以我们大家 不管是谁在这样的 有这个不好的心态 或者是有这个黑暗的 碰到挫折 或者是困难 真的不要怕 真的我们有这个主耶稣 他的生命的大能 是胜过了这个黑暗的权势 所以真的他得着了我们这个家庭 现在我们这个家庭真的是 全部是 真的是 完全归向耶稣 那么我们这个家庭也大大的蒙福 我们在 2012年又生了一个男孩 一个 名字叫Daniel 就是也真的是感谢主 因为我们年纪都 相对都比较大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真的是保守我们 一切都顺利 那么 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 这个叫 活水的源泉 就是 真的是耶稣呢 他就是要赐给我们一个活水 这个活水呢 要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 真的要涌 只涌出来 直到涌 直到永生 真的 他的这个活水 是带着他的生命的大能 那么是可以帮助我们战胜 这个死亡和黑暗的权势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这些活水